大家好 欢迎来到游王频道 我是游王 今天是火车环球游的 第21天 然后今天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做 因为我明天就要去 云南西双巴纳 所以今天要去 买火车票啊 然后 上网找一找这个 一个轻旅 然后 对 今天就是 轻松一点 你看我今天 精神满满 因为睡到自然醒 然后 对 其实今天天气不错 阴天 这种天气出去走就是对的 可是 我要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然后今天就是 就是 秋天 不做什么 反正就是 好像一些鬼老这样 刚才其实都待在这个 清旅那边 好几个小时了 就早上待到 刚才1点 就待了3-4个小时 就在那边 上传一下影片 然后 找一下清旅 因为明天去西双巴纳 那找一下西双巴纳的清旅 然后做一些功课 然后 买火车票 对 现在就 午餐时间了 出来吃午餐 然后再说 再打算 要去哪里 哇 今天就点了这个 中式的面条 很中国味道 看下去 然后最重要是还有 还有这个辣椒 哇 不讲了 先吃了 哎呀 现在刷辣酱了 哎呀 等吃等吃 我要求很简单 最重要烤得熟就好了 对吧 来啦 来了 哦 哇 看下去很有食欲啊 这个 哎 来了餐厅 这边我叫几串 吃串 用我们美国话叫 vary 好 来先吃哪一个呢 酒来了 老实说 这个是我 喝过最便宜的酒 真的 16块 一瓶才4块钱 哇 太便宜了 老挝应该是 应该啦 全世界最便宜的吧 喝酒 是吧 如果你们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酒 比老挝便宜的话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明天一早就要坐火车去 中国云南西双马拉 所以现在来做个小总结 哪个国家 呃 老挝是我火车环球油的第二个国家 然后我总共待在老挝大概 十个晚上 就是两天在元天 两天三天在王园 然后五天在乱包包 总共十个晚上 我总消费 一千四百块马币 我在元天的时候呢 我就花了七千帕 换了大概四百万的这个 然后来到这边呢 前两天 发觉钱不够用了 我就去按钱 按了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就是大概三百七十多马币 然后总共就是一千三马对吧 可是 因为我今天算了算 还是不够 因为我的 呃 住宿 加 火车票 就大概一百万了 所以我还差个 大概一百块马币 所以等一下我要去按一百块马币 总 而来说就是 一九百多 所以 如果你是 坐飞机 来到元天 然后一路往上游 然后 然后再回国的话呢 我相信也是大概两千块马币 就是 我出去这个火车票 我大概用了一千一百块 对吧 然后如果你是住酒店 可能多了个五六百 就是五六十一天嘛 十天就五六百 然后再加飞机票几百块 所以两千块 来老我玩个十天 哪里找啊 两千块去探索一个国家 十个晚上 值得来啊 对吧 所以你们 自己考虑一下哦 所以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哦